目前有8、6、7、8、8、9 仔細電視現場工作人員解說 環保署問國業組長前往麥當勞下揮物流公司 瞭解麥當勞費收入製程生殖柴油後 使用作為物流車輛的油料施辦情形 不是說高興的就往你們家 是有一個過程 有品質的認證 操作的流程 一步一步來 看看你非常注意保養 然後才能夠讓車輛去測試 車輛使用孫子柴油的環境保護將是很大的注意 從百分之百開始 B100開始 它其實也會再往下去調 因為它的目標不見得就是說 一定要百分之百 而是要找到一個最好的混合比 這個混合比呢 在各方面都是 我們英文叫Oltimo 就是最佳狀態 對於保養最好 對於這個車子的出力最好 對於管控污染最好 對於它的財務最好 各方面都在這裡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棒的 可以說是一個示範的實驗的 這樣一個氣泡 廢食用油製造成生殖柴油 可將廢棄物轉化為低污染的有用能源 環保署希望國內產業與相關單位共同努力 讓生殖柴油有更多元應用 也讓廢食用油有更多利用價值 謝謝